南滚河蜿蜒流淌 穿越苍茫的原始森林 这里是众多野生动物的天堂 也是野生亚洲巷的家园 作为这片雨林当之无愧的霸主 他们拥有近五万亩的广袤生境 和四百多种丰富的食物资源 保护区内 年幼的小象正跟随着象妈妈学习生存技巧 而成年公象却独自徘徊 翘首期盼母象的青睐 他们平静且安逸地生活在这里 让我们一起走进南滚河 追寻野生亚洲巷的踪迹 感谢观看 山西一股一股汇集成河 最终将会汇入到怒江当中 而南滚河将会穿越整个保护区 在保护区当中它的落差也是比较大的 河的两岸沟谷纵横 植被也会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 在这茂密的森林当中也生活着许多珍稀的动物 这其中就包括体型巨大 十分聪明的亚洲象 我们这一次也将沿着南滚河前行 去寻找亚洲象的踪迹 寻向之旅 出发 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河流数量众多 其中南滚河行于苍原瓦族自治县 蒙堵镇芒回村与刀栋村间的芒告大山 在苍原县境内全长62.1公里 后在班老乡境内的158号借备出境 流入萨尔温江到达印度洋 保护区共有11个片区 在南滚河源头的刀栋片区 我们见到当地的管护员王强 欢迎你来我们参与南滚河 这里就是我们南滚河的第一源头 对 然后它是由那个尔河 南滚河 还有卡丘河三条河流汇集起来的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河水的水量不是特别大 但是其实水流还是挺极的 我知道这个南滚河在保护区里面 其实落差还是挺大的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地方 对 对 对 现在我们的海拔是1250米 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河谷当中 感觉还是很凉爽的 有时候一阵这个河风吹过来 还觉得凉嗖嗖的 那么越往下走的话 气温也就会上来了 周围的景观也会有变化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走吧 走 南滚河流域海拔落差较大 相对高差约1220米 因此我们无法银河而下 王强带我们从另一条路 深入南滚河 相比于亚洲巷生活的中游地带 我们将要途径的上游地带 地形错综复杂 慢点 发现这个山看起来植被很丰厚 但是其实走起来会发现 这个山里面石头的含量还是很高的 有点像半座石头山 只是这一段比较咸一点 然后再下去的话就比较平了 我们来使正值保护区的旱季 受印度大陆干燥气候的影响 天气晴朗干爽 因为靠近北回归线光照时间长 沿路的植被没了往日的浓绿 叶片泛着枯黄的色彩 步行大于三十分钟 我们来到一个较为宽阔的平台 王强告诉我们 在不远处的岩石上 生活着数以万计的野生岩峰 在这个角度看 看得特别清楚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就是从 跟这个山顶上高度差不多的位置下来的 然后呢 从山顶上的崖壁一直延伸到这个河谷当中 看这一片裸溜的岩壁上 就全部都挂满了蜂巢 然后它特别像这个蒙古族装酒的那个酒袋一样 然后就挂在牙壁上 这里就是我们那个南轨河延峰群 它是每年的春天就会飞来 然后到八月份的时候就飞走了 上面那个金黄金黄的 就是它飞走后留下来的那个空巢 然后这些黑色的都是有风的 对 这些是有风的 它还在那个繁育后代 这一柄我们现在是离得远啊 就是说看着烤像就感觉不是很大 但实际上在这个崖壁上 它大概得有这么长嘛 对 有这么宽的 宽度有这么大的 最大的宽度有这么宽啊 有的可以 如果是高度的话 一人高 跟我们人一样高的 天哪 这太壮观了 对 银峰右脚牙峰 因驻潮安家在高达十米 甚至百米以上的山壁悬崖上而得名 对生存环境要求十分严格 在中国仅分布于西藏南部 云南西部和南部横断山脉地区 一般会在海拔一千米以上的 阴凉河谷群居竹潮 我们眼前的这片悬崖上 大约有九十柄盐风潮 在以前当地人会取食这个盐风蜜吗 我们这边不吃那个盐风蜜的 不吃盐风蜜 对 它留下来的那个风潮 我们是拿来提取做那个蜡烛 对 我们这边的传统嘛 结婚进行房 过年过节都会用这个蜡 它比较吉祥 可是就是那个气潮里面不会有蜜吗 没有了 蜜也没有了 还有它那个风蜂儿也没有了 就是相当于在这儿 就是它繁殖后代的地方 对 新生的这些蜜蜂就把它吃掉了 它自己就把蜜给消耗了 所以留下来的那个蜂巢是很干净的 那种黄黄的颜色 像这么一柄蜂巢的话 能做几根蜡烛 一柄的话最多五根蜡烛 由于离悬崖还有距离 我们并不能看清隐风的真实模样 王强告诉我们 等一会儿在南滚河边上 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他们 沿着山路继续前行 不同于山腰处干燥的土地 越离近崖底 植被渐渐风暴 空气也愈发湿润 耳边不知传来叮咚的清泉声 在这片悬崖之下 还生长着岩生梭罗 作为远古时代的活化石 对古植被研化和绝类植物系统发育 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继续行走在这片际雨林中 小溪开始会去 一股股仿佛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般 一起来到南滚河边 小丹 这里就是我们那个南滚河了 南滚河 对对对 现在看起来好像那个水没有那么清澈 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 所以说今天早上这个水有点浑 等到雨季的时候水位会上涨吗 水位很高 可以到这个桥的下面的 真的 对 会涨那么多 所以南滚河的这个南滚是什么意思 南是代语水的意思 滚就是浑浊的意思 所以就一直说这个是浑浊的河 这边这个桥也很特别 这是 这是我们当地的巨龙族做的那个竹木桥 对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这竹子真的很粗 对 就看这个 这一根就已经挺粗了 这么大 但是这个桥最中间的这两根 非常的粗在这 这个地方 我来量一量 直径差不多 二十厘米还要多吧 二十厘米往上 这么粗的竹子就是本地山上长的 对我们这边苍延特有的巨龙族 巨龙族是世界上最大的竹子 也是中国西南部特有的竹子种类 最高能达到四十五米 十分坚韧 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擅长就地取材 每当雨季来临前 当地瓦族人就会用新的竹子架桥 两年更新一次 竹桥连接南滚河两岸 世大延续 走过竹桥 我们来到南滚河河边 沿岸的河滩上 到处都是盐缝的身影 来到了南滚河边 有蝴蝶 有蝴蝶 还有那个癌风 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癌风 这些 小黑点就是盐缝 它来南滚河边 喝的水 是不是因为这个水里面有矿物质 也有一定的盐缝 对对对 看这只喝得正欢畅呢 这近距离一看就发现了 这个蜜蜂跟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个蜜蜂 就长得不太一样 我们印象当中 好像那小蜜蜂的那个肚皮 都是黄一道黑一道 黄一道黑一道那样条纹的 这个盐缝 它整个的那个腹部的地方 就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 而且看起来 它的体型要比日常 我们看到的那种小蜜蜂要大一些 对 大一点 长 也宽 就感觉的确是很强壮 盐缝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蜜蜂 体长大约17毫米至20毫米 腹部全为黑褐色 能够飞到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才是华蜜 不过盐缝毒性大 生性凶猛 会主动进行攻击 过量的风毒 还会导致呼吸中枢的麻痹 寻护的时候有被它遮过吗 我们一般不去招惹它 不惊惹它 对对对 因为确实比较凶 对对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河水还并不是很湍急 我们现在这一段算是在南滚河的上游部分 上游部分 对 到了中游会有变化吗 中游有 中游就有那个亚洲线 那是它主要活动的地方了 那其实在这儿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盐峰 小蝴蝶这样小小的昆虫在陪着我们 然后等我们顺河而下走到中游的时候 那么就有可能会看到亚洲象了 那可能那个景象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又有所不同了 还是挺期待的 蜿蜒流淌的南滚河 是亚洲象气息的家园 哇 这太漂亮了 是的 下一个房子 盛大而古朴的瓦族共享节 你们干吗 非常热 大家好 诉说着一个个关于人与象和谐共处的故事 如果大家的来这里们更好 我们欢迎 远方的佳气的节目 中国自然秘境 云南南滚河 心之所向 正在播出 沿着南滚河顺流而下 我们来到中游河谷地带 这里是亚洲象集中活动的区域 我们远方的加尔栏目组 2018年曾在西双版纳排斥过野生亚洲象 但听说南滚河保护区 今年有经测到新盛的小象 这让我们非常期待 我们和国家林草渠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人陈飞 相约在南滚河中游地段碰面 一起去寻找野生亚洲象的踪迹 这季节河水还是挺凉的 我刚才觉得那个水不是很深 但现在走一走 基本也快要到达膝盖的位置了 而且水流比我们想象的要急一些 不过正是因为有了这条河 其实好多的动物都能够在这里面 进行这个水源的补充 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相当于这儿的一个旱季 有了这条河 整个山区的这个生态环境 就会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具有生命力 说这话咱们也蹚过来了 听说今天这段路呀 要一会儿上山 一会儿下河 蹚好几道河呢 抓紧出发了 走 中游河谷地带 海拔约为540米 两岸地势平坦 没有遮掌物 午后阳光直射 气温达到33摄氏度 没走两步 湿制度成员就开始汗流加倍 这也让我们体会到管护员的辛苦 南滚河蜿蜒流淌 我们也随着河流走向来回汤水 大约徒步40分钟 我们与陈飞的科考队会合 您好 您好 看着你们状态都很好呀 早上几点钟就已经进山了 9点多钟吧 9点多钟 从南滚那个村子直接顺河走过来的 基本上也算走了一整天了 怎么样 有新发现吗 反正一路都是大象的痕迹啊 分辨之类的 倒是也没有见到这个大象尸体啊 我们路上还在说 走着走着可能听到山上又响声了 相互尽量不打扰吧 但是我们以红外相机和收集痕迹的形式进行调查 尽量不要这种碰面就行了 如果要碰面了其实也是有点危险的 安全低 大家都赶快躲避远一点就行了 好 那我们跟着您走 走吧 陈飞告诉我们 不同于西双瓦那的象群 苍原南滚河的亚洲象 在基因种群上单属于贝塔系分支 也是中国境内唯一的贝塔种群分布 对于研究亚洲象种群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由于常年生活在人际罕至的保护区内 他们不像其他地方像那样习惯半人而去 往往在数十公里外 就凭借异常灵敏的听觉与嗅觉 感知到人类的活动 从而早早就隐匿踪迹 因此在保护区 与野生亚洲象正面相遇的几率很小 那陈老师 像这个亚洲象在南滚河的流域 他去生活 为什么他喜欢这儿呢 因为最必备的几个条件都非常满足 第一就是水源 你看这个南滚河这个水 然后就是有遮蔽场所 它喝完水可以上去这个山坡上面 可以有非常安全的遮阴 遮蔽的场所 其实就是食物 有很多林下的草 包括你看这个竹子 竹叶 食物源 水源 遮蔽场所 都能够满足它的这种 稳定生活的条件 那大家有测算过吗 在这里面有多少种适合它食用的这个植物 大概有400多种食物是可以可供大象食用的 比如说中叶芦 叶巴椒 就是常见的那些象草 它都是常吃的一些东西 所以其实它体型比较庞大 必须得有这么多种类的植物才能追称它的需求 你看比如说这个大象苹果 这个就是吗 对对对 我剪给大家看看 五亚果 五亚果 对对对对 确实很像苹果 闻一闻 其实有点像那个生的西红柿的味道 其实你再放一放有一种特别浓的榴莲味 榴莲味啊 我们之前采样放几个放在办公室之后 大家都闻到很浓那一股榴莲的 不太习惯 对对对 不太喜欢啊 对对对 这地上掉的还不少 这个人也可以吃吗 我们没吃过 没吃过 但是大象特别喜欢吃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这儿同事又剪了一个 看这颗更好了 看着还特别新鲜 是吧 其实远远的看过去 像是圆圆的面包一样 它的形状又有点像百合的样子 一层一层的 对这样包裹起来的 对对对 可以剥开 可以 有点难剥 对 这个剥开了 一层一层的 它里面有纤维啊 现在你可以闻到很多那种榴莲味的 哦 真的是 对 它就榴莲味里面又带一点 那个苹果的果酸的味道 所以要大象苹果嘛 应该是它非常爱吃的一种 改善口味的水果吧 作为亚洲最大的陆生动物 一头成年象 每天进食需要大约两百斤的食物 可以说大象的一天 除了在睡觉的六个小时外 其余时间不是在进食 就是在去进食的路上 保护区内五鸭果树随处可见 为亚洲奖提供的充足的放后水果 那整个它活动最核心的范围有多大 大概在五万亩左右吧 就是它的最佳生境 就是我们今天一路走过来就是完全都是它最适宜生存的地方 那么这对于这个象群来说这么大的区域 它们拥有这么大的最佳生境 这是一个基本上的要求 还是一个很奢侈的一个家了 在我看来差不多是达到小康水平吧 所以还是很幸福的生活在这 在河岸边 沙地上大象的粪便 岸边大象蹭扬的树 地上被大象踩倒的竹子 无一不说明大象对这个地方的喜爱 等待科考队架设红外相机好 我们继续往保护区核心地段探寻 陈老师介绍 大象怕烈日直晒 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之间 一般都在山林里休息 它们会为自己搭建一个舒适的避阴场所 比如说像这个通道的话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大象通道 因为它的个体比较庞大 走过的时候就自然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适宜通行的一条通道叫向道 我们今天早上走的很多区域都是沿着向道走的 大家能感觉出来吗 就好像这个竹子搭起来一个隧道一样 是的 但实际上是它走的时候 有可能把一些竹子给撞倒了 清理掉了 然后撞倒了之后就出现了 这样一条很宽敞的道路 好像自然而然就在这个山里面 修了好多隧洞一样 是的 有一些竹子其实大象它自己把它拉下来 吃这个叶子 它就会把它弄断掉 所以有可能是它在这觅食 是的 然后当然觅食的时候 也要在这个地方行走 所以说为什么大象是森林的工程师 就是行成一个向道之后 就可以为很多动物提供现成的 天然的一个通道 我们可以给大家丈量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 我现在站在这儿 就算是一个相对窄的地方 但是从我这儿 这样一个人的这个臂展 然后到这儿再过来 程老师也可以跟我一块站一下 给大家一个具象的感觉 到底有多宽 差不多也是大象它活动的一个宽度 必要的一个宽度 四米的样子 然后一下子就打造出来了 所以它就感觉就是汤一道 是吧 是的 它也不容易 它需要开辟这条道路 然后也会耗费一定经济 这种像这种你看折断的 或者破坏的之类的 这有可能是折断的 也有可能被它前面嫩的地方 被它吃掉了 折断的 吃掉了 对啊 哇 这里面 天哪 哇 这太漂亮了 是的 下一个房子 一走进竹林 就让我们不由惊叹 山林里的竹子自然弯曲 成拱形状 层层叠叠地遮住了外面 强烈的日光 顿时感觉周围也凉快了许多 大象就特别喜欢这种空间 一个方面它由于这个竹林 它有点老化 它确实是需要这种垂下来 另一方面也是大象 它给自己创造的 一点这种活动空间 就有可能是自然和大象行为的 共同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是的 突然觉得好像我们趁着主人不在家 来这个大象的房子里面 做客了一下 是的 小心主人突然回家 如果说他在这休息过 那么有可能再次来到这里吗 会啊 会的 会的 他会觉得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了吗 他会有很好的记忆 站在这个房间里面 引号的房间 我就突然明白 为什么您说 他们在这生活很惬意了 是的 因为的确这个环境太适合他生存了 所以也不必要非要跑到这个区域之外去 是的 因为在这里面有吃的有喝的 然后随便吃一会儿饭 然后可能还有天然的一个房间 等待着他在这休息一下 并且不会被打扰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里面保护区域 很大一边区域是核心区域 就是为了这些野生动植物 他们天然气息的场所 所以这儿生活真的太好了 离开巷道 我们踏上了灰城的路 陈老师说 尽管今天没有看到大虾 但从一路的痕迹和巷道来看 可以判断 他们在南滚河生活得还不错 天色渐暗 回到盲库广湖站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 稍作休整 陈老师带我们来到监控室 保护区的红外相机 清晰地记录下 从向妈妈待产 到向宝宝成长的过程 这是1月6号那头母乡的 这种待产的状态 还是比较明显 其实正好捕捉到 他的这个大肚子 走过这个红外相机前面 非常清晰 很大呀 这个肚子 圆圆的 想象一下 跟这个人的怀孕的时候 那个状况是差不多的 那什么时候发现 新的小象出现了呢 你把那个后面那个视频 调出来看一下 对 这个视频是2023年的 2月5号拍摄的 能看得出来 那小象好小呀 大概也就多高啊 20到30公分吧 差不多 那其实有一点像 我们看的那个 中型的那个犬类的大小 对 而且从视频当中 能够看得出来 就它走路还有一点 这个不太稳 不太熟练 一拳一拐的 所以这个象妈妈 一直把它带到肚子下面 或者旁边 一直保护它的安全 看这个明显是 这个哺乳状态的母象 那现在它的体重 大概是多少 新身线差不多 100公斤左右吧 这么小 有100公斤啊 对 我刚才看到那个小象 我当时还在心里面就想 如果它是那么 这么一个小小萌萌的小象的话 其实是可以抱一抱的 真的是有象宝宝的感觉 但如果说100公斤的话 那其实还是很重的是吗 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象 它也是很有力量的吗 它的鼻子包括什么 它还不太熟练 要慢慢地学习 运用它的鼻子去卷东西 或者怎么着 还是得有一个过程 一头成年亚洲象 体重约有三吨至五吨 在自然界 大象是出了名的虎仔 每当家族有新生小象的时候 项群成员几乎都会围在 新生巷周围 此时的项妈妈会处于攻击状态 在夜晚休息时 项妈妈们也会将小象围起来 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 那这个时候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觅食会更加频繁吗 要求更高吗 行动更加缓慢一点 对 它一天的或者说是短时间的 它为了照顾这个幼象不会走太远 可能还得休息 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哺乳 小象也不存在吃东西或秘食 但是母象就得频繁到这种秘食 补充体力 补充体能 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小象给照顾好 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画面可以判断 南滚和保护区内 至少有22头亚洲象 其中包括两个象群和两头独象 独象通常游走在象群外围 一来是保护象群 二是等待发情的母象与之交配 母象它的发情大概是有一个时间曲线 它头部会有一个比较明显 感觉像流泪的状态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它是一个新鲜的分泌 它看得比较明显 就是这一块是吧 在眼睛的后方 对 其实像是这一块湿润了一样 所以它就是在春季会发情吗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段 基本上有这个规律 表示它这个时间段 愿意去接纳别的功项 他们是会怎么样呢 见面之后 相互鼻子交流一下 相互问问对方 蹭蹭鼻子 然后再互相秀一秀 彼此的这个气味 尽管看到了象群 安逸地生活在保护区内 但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不断上升 适宜亚洲象的栖息地却越来越少 为了让生井更加满足亚洲象的需求 2017年 南滚河保护区建立了800亩亚洲象15元基地 第二天一早 我们跟随管湖站的邓站长来到15元基地 我们其实现在就可以走近先看一下 这个就是您说的芭蕉是吧 是的 是的 这种下去多长时间了 这才是有着半个月吧 半个月的时间 那这上面这一段就是发出来的新芽 是的 是的 长成我们要看成那样的芭蕉树要多久 等到明年的时候 明年才能长那么大呀 它会发耳朵 发羊 也会粗一些什么 也会粗 它是喜欢吃这个果实 还是喜欢吃这整株树啊 连个根都会吃 都是芭蕉 因为它用鼻子这样一卷嘛 是吧 用鼻子一卷的 所以连根就拔起来了 食物园基地以为叫做大象食堂 主要种植了芭蕉 田竹 鱼尾葵这三种植物 平时不仅大象会来采释 水陆 几次等野生动物也会来密室 八百亩地的食物 通常一个星期内就会被大象消耗殆尽 食物园基地里也留下了许多大象的痕迹 那大象的脚印你见吗 哪个是大象脚印啊 这里 啊 这是大象脚印啊 这是大象的脚印 它还挺明显的啊 就是这里有一个明显摩擦的痕迹 就这一脚踩下去 也不知道是这个图比较松软呢 还是确实它的体重太重了 我个人是图下一天 画 画 然后就踩下去一个坑 有这样比划比划 有这么粗呢 这个脚印您看是成年象还是 中年象 年象呢 七八岁年这个 七八岁 哦 如果是最大体型的呢 那脚印要多大 它都有十十多到五十 看九亿 四十厘米到五十厘米啊 这个 半米的直径 一个圆柱 圆圆的身 有那么多 哇 我这样想象一下 我如果站在这里的话 它从这个五米开外的地方 走过来 可能能感觉到这个 这种感觉是吧 你不要见它是大的东西 它走路很快的 走路很快啊 因为它也高嘛 是吧 一步也很长的 一步 它的一步还是我们几步呢 为了避免人类和大象 遇事产生冲突 基地内还设有必想亭 我们来使正值芭蕉的种植期 工人们在种之前 会把地面原有的外来有害植物 和杂草清理干净 我们跟随邓展长来到一处空地 准备为大象种上一棵芭蕉树 跟站长申请了一下 我们准备自己刨个坑 然后给大象咒一桌 这个芭蕉来吃 好的 我来试一下 试起点 再试起点 小汤 使劲一点 要刨多深的坑 它里要到五六十厘米 五六十厘米 嗯 这样就够深了吗 好的 够了够了 这就够了 够了 够了 这个芭蕉 在这儿自然而然 就够它生存 生存了 其实如果放到这个农家活里面 就觉得这个耕种啊 完全是一个农业的劳动 劳作的过程 但是现在是因为在 亚洲象的保护区的食物园里面 突然就觉得我们在这儿种芭蕉 不是在种芭蕉 像是在给它做饭一样 嗯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就来到这儿 也许我的芭蕉没长起来 也没能看到它结果子 但是大象吃到了它 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是的 所以是不是您有的时候 带着大家在这种 可能也很热也很累 但是想到大象 有点爱吃的东西 还有其他小动物 也能沾上这个光 是的 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是的 邓站长告诉我们 食物园基地的建立 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食堂 那么简单 更多的是想对 亚洲象的栖息地 进行科学的修复 为人类和亚洲象 共同打造一个 和谐相处的家园 盛大而古朴的瓦族共相节 诉说着一个个 关于人与象和谐共处的故事 如果大家能来这点 更好我们欢迎 软放的佳气的节目 中国自然秘境 云南南谷河 新知所向正在播出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永桑村 永桑在瓦语当中的意思 就是大象的寨子 这些天一直在山林当中行走 我们也发现了许多 亚洲象的痕迹 但是始终没有看到它的身影 不过没关系 在永桑村的村口大榕树下面 有三尊特别可爱的亚洲象的塑像 小一点体型的是象妈妈瓷像 中间最小的是象宝宝 而旁边体型最大的就是象爸爸熊象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三尊塑像旁边已经有了一些装饰品 这是因为今天也是当地人要过的共象节 我和象岛也约在这见面 走吧 世界上有大象的国家和地区不少 但保护亚洲象的节日 似乎只在与南苍原班老相聚行 亚洲象曾试大生活在班老 不过随着南谷河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象群逐渐轻移至保护区内 鲜少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地人为了纪念人与象的情谊 每年在瓦历新年后的第三天 作为共象节 我们来时 共象节仪式已经开始 可以听到非常热闹的鞭炮声 还有这个好听的音乐声 大家也看到我身边人群 渐渐聚集起来了 王老师 现在就是仪式已经整个正式开始了 正式开始了 刚才我们这个瓦虫相当地尽重自然 所以说刚才大家跟自然抱个道 我们也来接线了 我们来接线了 我看到好多人 所以说身边把房子都来 这时候我们就在瓦虫 这个共象就把大象伸成大 大就是爷爷的意思 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 孙族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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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 大家就敲锣打鼓 我们的生人也就不来 他有他的意思 共象节按请相迎相拜相送相举行 瓦族人身着盛装手持大刀 好象披荆斩棘地在为大象开刀 伴随空灵象脚鼓声 年轻的瓦族小伙抬着相开始迎相 大象 非常的热闹 大象 这个大象 我看到有大有小 有大 一个公的 有母的 一个窄的 有三个 大象的家庭 一个家庭 有公有母有窄 是不是能够抬象都非常的光荣 对 这个大象一下抬象的时候 就是比较自信的表现 我看到没呆 我把这大象抬象了 当地人用竹边 纸糊 制作出大象模型 通过高举大象 来模拟象群在森林里行走的样子 也寓意 人类与大象和谐相处 共享狂欢 后面有这个老虎 然后还有盗猎者 盗猎者非常的难看 做一个人形 所以就是觉得盗猎者本身也是一个不好的事 所以就觉得他做得难看一点 对 这个老虎是跟着象 它是保护大象的意思 保护大象的 在以前 村民们还会像偷猎者扔土块 以示增狠 同时也是教育年轻一代 不要因企图牟利而伤害野生动物 伴随编号的响声 台匠小伙开始与走村串寨 他们要将大象送到乡里的文化广场 期间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送向队伍 队伍里不识传来赞美大象的民谣声 这样热闹的氛围也干扰了我们 不由自主地跟着村民一起小跑起来 我看你们抬象都有使不完的力气 是啊 是不是 什么样的人才能抬象 这个要选拔吗 在村子里 都是有为青年 都是瓦族的 瓦族的 对 瓦族小伙 你们平时就是在村子里还是要去外地工作的 不是在外地工作 像我是在非洲工作的 你在非洲工作 对 那这次是特意回来吗 对 特意回来 我年间是特意选在几天日 你从非洲那么远飞回家 就为了参加这个共享节 对 共享节 为什么呢 这是苗族 作为一个瓦族人 这是瓦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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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还没说完 我们就被热情的人群冲散了 村子里和王军一样 不远万里回乡过节的人不在少数 我们刚才聊了一半 因为队伍距离拉开了 所以我们就赶紧奔跑过来 对 带着所有人 都是青年的来开 谁会是老人 都是青年 下来的还有小孩 要代表老中幼 大家都参与进来 是吧 所以有几年没过这个共享节了 应该是有三年吧 三年了 三年我都没回来 因为疫情 所以今年无论如何要回来了 对 开心了今天 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 真好 我们也有这份好运气 参加共享节 把这份好的祝福 也通过我们的镜头 送给正在看节目的你 宋向的队伍浩浩荡荡 一路上男女老幼 相互泼水 予以吉祥 来到香镇中心后 接下来就是盛大的狂欢节了 广场上数千人手拉着手 围成圆圈 开始起舞 对于瓦族年轻人来说 共享节更像是一场团圆节 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亲眼见过亚洲将 对于亚洲将的喜爱和敬畏 大多源于祖里长辈的教诲 共享节结束后 保老师带我们找到祖里的胡塞金老人 他曾经有三次遇象的经历 古山也是第一回 第一回 这个大象就从东南海这边上来 这里原来有个堂堂 有个水堂 所以他们来得起一条 有大 那个大象 那个牙 那个尖尖有这么大 那个根根有这么大 那个象牙 象牙 根根有这么粗 有长的 有薄的 薄的 薄的 七只大象同时来到了村庄 其实相当于一个象群过来了 一个象群 他们来的 就那个水堂 他们说他跳舞 那个公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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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母象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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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这个熊象跟雌象在交流感情 噢 噢 交流感情 噢 七只象 然后来到村子里面去 大家见到象是高兴还是害怕呢 老人拜它 婆娘啊 小娃娃 大人啊 就求你看 好奇 噢 人家就磕头 大象来了 大象来了 山头 山头人家就摆了 它不来在这 它就能好在那个弹弹调舞 然后它们又下颗 下颗这个网子 它们下颗就是摇摆 摆摆上来的 它们就磕明天了 胡塞金老人告诉我们 大象非常聪明 只要不做伤害它的事情 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1981年 它和同伴回家的路上 第三次遇到大象 距离才不到20米 那个时候是白天还是 白天白天的时候 下午的午点 您离它有多近 从去到那个房子了 那其实也就是10米 在森林里面 基本上就是10米 10米的距离很近了 我两个都 害怕的还是害怕的 因为大象那个体型太巨大了 是吧 怕它可以采摹的嘛 是 那您作为村子里面 见过三次大象的人 见过三次了 这样的人多吗 在村子里 其实讲不多 像我们家子 见大象三次 见过一个人 是 有个老人说嘛 你这个老子说嘛 命长了 他就说 好幸运啊 经浅上我再来讲 我们供这个大象子的东西 以后那么年轻人 小娃娃 就要听话 见着大象 不要打它 不要骂它 要爱护它 有什么巴椒啊 有什么苹果啊 都是个大象子 这个是国家保护 我们现在也更保护 他就说的 如果大象能来这点嘛 更好 我们欢迎 所以其实虽然 现在村庄人更多了 更多了 象出现的时机 慢慢的少了 但是还是希望 他愿意回来看看的话 是欢迎他的 我们还是这么热情 有这么多好吃的 在这等着他 还是留下来 他休息的地方 是了 我们的种想法 这片土地就是 你们和象 共同的家园 是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